欧洲国家 英国和南美洲国家 巴西星期天传出了严重火警 位于利物浦的一栋装饰艺术大楼 入夜时分被大火吞噬 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 同样是烈焰冲天 损失惨重 而不幸中的大幸事 这两起火灾事故没有酿成人民伤亡 当局正在着手厘清失火原因 坐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 国家博物馆星期天傍晚 发生火灾 从民众上传到社交媒体的画面上 清楚看到大火猛烧这栋三层楼大厦 火红烈焰直冲云霄 非常害人 当递销整单位接获投报之后 马上派员到场灌旧 当局透露幸好事发当时 博物馆对外开放的时间已经结束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座博物馆成立于1818年 堪称拉丁美洲最大的自然历史 博物馆之一 馆内收藏超过2000万件文物 具体损失有待估计 无独有偶英国立物浦一座 五层楼高的著名装饰艺术大楼 同一天晚上也遭注容光顾 熊熊烈火瞬间染红了整片夜空 消灯人员到场之后 马上展开灭火行动 避免火势蔓延 据了解这栋艺术大楼自2003年就空置 直到近来转卖给一个制片团队 计划翻新城影视射路棚 没有想到发生严重火警 失火噪音有待查明 利物浦市长乔伊安德森事后上传推文 表示这是一件令人心碎的新闻 并形容情况相当糟糕 NTP7综合报道